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年没有阴信 碰巧有个姓丁的远房亲戚登门拜访 老汉款待了他 丁某一直在当阴差 谈话的时候 老汉便问起阴间的事情 丁某回答的话 有不少虚幻的东西 老汉不太相信 只是微微冷笑 两人分别后几天 老汉正睡着 见丁某又来了 请老汉和他一起到外面游玩 老汉跟着他去了 走进一座城门 往前走了不久 丁某指着一个大门说 这里是你外甥的家 老汉的姐姐有个儿子 在山西当县官 便惊讶地问 他怎么在这里啊 丁某说 如果你不信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老汉进了门 果然见到外甥 头戴富有金蝉插着雕尾的帽子 身穿袖着卸质的御史官服 坐在大堂上面 两旁排列着兵戟精旗 没有人可以往里通报 丁某把老汉拉到门外说 你儿子的官署离这里不远 也愿意去见他一面吗 老汉答应了 不一会儿 到了一个府地 丁某对老汉说 进去吧 老汉往门内一看 只见一只大狼挡在道上 非常害怕 不敢进去 丁某又说 进去吧 又进了一道门 只见躺上躺下 坐着的躺着的都是狼 又看到台阶上面 白骨如山 心里更加害怕 丁某就用身子护着老汉进去 老汉的儿子白甲刚从里面出来 看到父亲和丁某十分高兴 坐了一会儿 就叫侍从准备酒菜 忽然 一只大狼叼着一个死人进来 老汉胆战心惊地站起来说 这是干什么呀 白甲说 姑且给厨房当菜用 老汉急忙制止他 心中惶恐不安 便辞别儿子想走出去 但被一群狼挡住了道路 老汉正进退不得 六神无主 不知如何才好 忽然间狼群纷纷熬叫着逃避 有的窜到床下 有的趴在桌子底下 惊恶间不知是什么缘故 很快 两个披着金甲的勇士 瞪着眼睛闯了进来 拿出黑色的绳索 将白甲捆绑起来 白甲扑倒在地 变成一只老虎露出锋利的牙齿 一个甲氏抽出利剑 要砍掉白甲的脑袋 另一个说 别砍 别砍 这是明年四月间的事 不如暂且把他的牙齿敲掉 于是拿出大锤敲打牙齿 牙齿七零八落掉在地上 老虎大声吼叫 震动山岳 老汉非常害怕 猛地醒来才知道做了个噩梦 心里觉得很奇怪 派人去叫丁某 丁某借故推托 没有来 老汉将那噩梦记了下来 派二儿子到白甲那里去 并在信中告诫白甲 写得十分沉痛恳切 二儿子到了白甲的官署 只见哥哥的门牙全都脱落了 京剧地问是怎么回事 回答说是喝醉了 从马上摔下来碰断的 茶队坠马的日期正是父亲做梦那一天 心里更加害怕 拿出父亲的信给他看 白甲读完后 脸色都变了 隔了一会儿才说 这不过是和梦幻巧合罢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 当时白甲正贿赂当权的人 得到优先宝举提升的资格 所以并不把妖梦放在心上 弟弟住了几天 看到满堂都是蛀虫般的牙役 行贿的走后门的 到半夜也不断上门 于是流着眼泪劝阻哥哥 白甲说 弟弟整天住在草房之中 所以不知道官场绝角 升降的大权在上司手中与百姓无关 上司喜欢你 你就是草官 如果爱护百姓 又怎么能讨上司喜欢呢 弟弟知道 一劝阻不了他 就回家了 将所见到的情况告诉了父亲 老汉听了 痛哭流涕 但也无法可想 只有拿出家产救济贫民 天天向神祈祷 只求逆子的报应 不要连累妻子和儿女 第二年 有人前来报告 说是白甲被剑局升任力不主事 前来祝贺的人踏破了门槛 老汉只是叹气 睡在床上 托病不肯出来会客 没多久 听到儿子在途中遇到强盗 主仆全都丧了命 老汉这才起身 对人说 鬼神的愤怒 只是发泄在他一个人身上 对我家的保佑 不能说不深厚了 于是 烧香感谢神灵 安慰老汉的人都认为这是外面误传 只有老汉深信不疑 立即为儿子营造坟墓 但白甲原本就没有死掉 在这之前的四月间 白甲离任 刚走出陷阱就碰上强盗 白甲将所带的东西全都献了出来 那些强盗说 我们来这里是为一线百姓发泄他们的冤愤 哪里是专为这些臭钱来的 说完就砍了他的头 又问仆人 有个叫斯大成的是谁 斯大成原是白甲的心腹 一贯注节为虐 仆人一起指着他 强盗把他也杀了 另外有四个蛀虫般的衙役 都是白甲搜刮钱财的帮凶 这次准备带到京城去 也一并搜查出来杀掉 然后才分了白甲的财物 装进袋子 上马飞驰着走了 白甲的灵魂趴在路旁 只见过来一个官员问道 被杀的是什么人 前面清道的人说 是某县的白之县 那官员说 这是白某的儿子啊 不应该让他年老后还看到这种凶残的景象 得把白甲砍下的头再接上去 随即有一个人把头从地上捡起来 胡乱放在白甲的脖子上 说 恶人 不该给他接证 让他用肩膀抬着下巴就行了 说完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 白甲苏醒过来 妻子去收尸 见他还有一丝气息 就用车子把他带走 慢慢的给他灌一些水 也能喝下去 只是寄居在旅店里 穷得回不了家 过了半年光景 老汉才得到确切消息 派二儿子去把他接回来 白甲虽然复活了 但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脊背 不再像个人样了 老汉姐姐的儿子 微观生育很好 这年被调到京城 补兽御史 完全符合老汉的梦境 意识是说 我哀叹当今天下 官如虎 利四郎 到处都是 即使当官的不为虎 为利的还要做狼 更何况当官的 还有比虎更加凶猛的呢 人就怕看不到自己的背后 复活后让他自己看到 鬼神的教诲 是多么微妙啊 山东邹平县近市李匡九 为官连结贤明 曾有一个妇人 被人罗知了一些罪名 去衙门受审 门口的牙役吓唬他说 当官的向你索取二百两银子 你该马上去筹办 不然的话就要坏事了 妇人害怕 答应准备办数 牙役摇手表示不行 妇人苦苦哀求他 牙役说 我没有不尽力帮忙的 只怕当官的不准许 到听审的时候 你亲眼看我为你说情 当官的是否答应 也可表明我并没有别的意思 过了不久 李匡九审理这件案子 牙役明知他已戒烟 却靠上前问道 要抽烟吗 李匡九摇摇头 牙役立即跑下去 对妇人说 我刚才说了你愿给的钱数 当官的摇头不答应 你看见了吧 妇人相信了 十分害怕 答应如数给钱 牙役知道李匡九喜欢喝茶 又靠上前问道 要喝茶吗 李匡九点点头 牙役假托去欺茶 又下去对妇人说 替你说妥了 刚才当官的点了头 你看见了吧 接着就审理结案 妇人得到赦免 牙役立即收下她的贿赂 还向她勒索了谢金 哎 当官的自以为清廉 而骂她贪婪的还满路都是 这又是纵狼作恶 而自己不知道的 世上诸如此类的事就更多了 可以给当官的作为一面镜子 对 对 感谢观看